就近闪夜家灯红酒绿的夜店中 一袭黑衣的神秘男人缓缓走入 借助黑暗与灯光的掩护 男人手持蜂蜜卡片 轻松将两个保镖解决 接着再度掏枪射杀一人 响亮的枪声随其惊动屋内聚会的帮派分子 纷纷起身严阵以待 并放出两条猎犬前驱探路 可当猎犬转过拐角 疯狂的吼叫突然变成绝望的哀嚎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猎犬竟从黑暗中返回 不过他的身上却多了一样东西 闪烁红光的炸弹项圈 只听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猛的响起 宵夜散去 仅剩一人存活 看到缓缓朝自己走来的男人 他脸上充满不可置信 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背叛组织 可男人却没有半句废话 直接掏枪将其射杀 转身潇洒离去 男人究竟是谁 他和黑帮又有什么恩怨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补影档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 动作区007号档案 游侠 如此恶劣的案件 很快便惊动FBI 警探约翰 第一时间带着同事赶到现场 尽管屋内已是一片狼藉 但约翰还是在废墟中 看到一枚太金蛋壳 这让他瞬间脸色大变 同时也被拖入记忆的漩涡 三年前 约翰还只是一个小探员 这天他与搭档汤姆接到情报 当地的两大帮派在码头枪战 二人等他们打到差不多 准备出来收尾 却看到传闻中的可怕杀手 罗杰 此刻任务已经完成 罗杰在将约翰放到后边 与离开 却被赶来的汤姆开枪击中面门 立头塞进水里 看着面前平静的水面 汤姆十分肯定自己将罗杰击毙 但一旁的约翰却忧心忡忡 毕竟那是顶尖杀手 没见到尸体前 一切都不好说 果不其然 罗杰并没有死 只是被毁去了半张脸 三天后 他潜入汤姆家中 立枪打破他的面颊 更是丧心病狂地在汤姆面前 残忍杀害他的妻儿 最后将整座房屋复制一具 等约翰赶到 只看到三具被烧焦的尸体 好友惨死令约翰悲痛不已 他在废墟中找到一枚太金弹头 瞬间明白 这是罗杰所为 一时间 约翰恨满乾坤 发誓要亲手为好友抱着血海深仇 然而罗杰在这之后却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半点踪迹 约翰因为三年间执着复仇 与家人的距离逐渐疏远 妻子无奈之下 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这次罗杰重出江湖 约翰心中的复仇火焰 瞬间便点燃 根据调查 罗杰每半年就要整一次容 这就是警方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原因 不过很快 探员又发现新的问题 罗杰本就为日本黑帮效命 为什么会反过来对付自己人 对此 约翰倒是有独特的见解 他认为 日本黑帮的首领柳川 从未踏足美国 所以罗杰很可能已经被敌对帮派 三人组挖去 毕竟三人组的首领张力 可是一直住在旧金山 而他之所以如此仇视日本黑帮 是因为在三十年前 柳川待人将居住在香港的张力家人 徒路殆尽 并把他们家所有珍宝全部售卖 如今仅剩一对金马 但约翰可不在乎这两个帮派间的仇怨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替好友报仇 正如约翰所料 罗杰此时已经投靠张力 而之前那场屠杀便是他的投名状 尽管张力对此很是满意 却还是不明白 罗杰在日本黑帮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背叛自己的主人 听到这话 罗杰解释 他只是一个商人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并没有所谓的主人 虽然先中人为打消对罗杰的怀疑 不过张力还是决定委派他一项重要任务 今晚那对金马其将被运送到旧金山 无论是为了尊严还是金钱 张力都必须得到那对金马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他更是派出手下得力干将 敌视兄弟来帮助罗杰 但在场所有人都信之动明 说是帮助 更多的其实是监视 毕竟罗杰能背叛日本黑帮 就也可能背叛三人组 日本东北部 柳传得知金马已经运出 决定让女儿齐拉提前赶往旧金山 毕竟他也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 就这样 夜色与金马一同降临旧金山 可以帮成员伪装成商人 企图蒙混过关 却被同样伪装成安保人员的三人阻拦下 在让众人趴在铁丝网上等待搜身后 随着罗杰一声令下 押送人员瞬间被碰碰碰打成筛子 那对金马也成功被带到张力的仓库 困扰许久的问题被轻松解决 罗杰在张力心中的分量大增 也得到了美女与金钱的佳奖 此时齐拉已经抵达旧金山 听到手下准备报复的计划 直接出言制止 告诉他们 现在没有自己的命令 所有人都不能轻举妄动 眼看二人还要反驳 齐拉直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一手利刃 一手枪 瞬间将二人的性命握在手中 这下 他们瞬间金若寒蝉 乖乖作罢 黄昏时分 云翰的电话突然响起 尽管对方声音经过处理 但他还是猜到 来电之人正是罗杰 眼看被识破身份 罗杰却并未惊慌 只是淡定告诉他 一定要去张力的仓库看看 那里会有他想要的东西 挂断电话 约翰急忙带领同事赶到仓库 可等他逼迫张力将大门打开 里面却只站着一个男人 正是罗杰 仇人见面 约翰瞬间怒火滔天 罗杰却一脸若有所思 对他的寒怒逼问充耳不闻 然而经过一番搜查 不仅罗杰身上没有任何武器 就连整座仓库都没有半点可疑迹象 没有证据 即便约翰认定也无可奈何 最终只能带人信心而归 而离去前 反手拍下一张罗杰的照片 这次的突然袭击被顺利化解 让罗杰直接成为张力心腹 指明让其待在庄园里 保护他们一家的安全 对此罗杰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时常暗中观察张力的妻女 似乎他们让他想到了往事 就在罗杰的生活归于平静时 另一边的约翰却始终无法平息怒火 他开始疯狂逼问其余帮派成员 只为抓到罗杰的把柄 而为罗杰心烦的也并不只有约翰 迪氏兄弟正因为被顶替位置 而愤怒不已 这天夜里 迪温正向几个好友发泄心中不满 突然看到一个极其嚣张的男人 骑着机车前来挑衅 本就心有怨气的他怎么能忍 当即带人追了上去 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几人没注意到 他们已经跟着男人来到日本黑帮的地盘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两帮人随即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此时男人也停下机车 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等他们打得差不多 罗杰再度驾车赶来 一枪一个将所有人解决 此刻已经明白自己落入圈套的敌文 转身变逃 却被罗杰一脚踹倒 扑的一声 用武士刀捅入体内 隔天赶来的约翰亲眼目睹现场的惨状 尽管不清楚什么原因 但他也明白 一场帮派战争即将打响 急忙派出所有手下 严密监视这两个帮派的重要地点 听闻弟弟死讯 敌武勃然大怒 但张力力声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 如今FBI一定在监视着他们 此时报仇 无意于自投罗网 敌武尽管心中悲愤异常 却也不敢违抗张力的命令 只能含怒兴兴离去 但二人的谈话 却被暗中监视的罗杰听到 下一刻 他找到敌武 言语暗示 这个仇不能不报 并将印有日本茶屋的火柴盒送给了他 这下敌武刚律沉寂的复仇之心 再度被唤醒 当天夜里 他便带人冲入茶屋 举枪对着毫无防备的帮派成员 大大大疯狂扫射 肆意宣泄着信中怒火 这情况随即被在外监视的探员发现 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前来阻止 场面顿时演变成三方混战 得知消息 约翰带人迅速赶来 很快便控制住了寻面 眼看混乱即将平息 躲在暗处的罗杰突然开枪 碰的一声 欺毙一名警员 这骚乱就如同往火堆里再添一把柴 让众人本就没有平息的愤怒 更上一层 眼看同伴接连遇害 约翰也释放出心中的力气 借连闪避反击 将敌人一一解决 他手持武士刀 一步步走向已无反抗之力的男人 扑的一声捅串他的手掌 捡起手枪 面无表情地扣动扳机 等约翰走出茶屋 猛然看到正欲离开的罗杰 急忙冲进车里展开追击 二人在马路上互不相让 全速狂飙 得知敌武违反命令 张力顿时勃然大怒 但罗杰脸上却带着计谋得逞的笑容 接着他竟来到奇拉面前 原来这一切都是罗杰与柳川设下的圈套 如今张力身边再无亲信 奇拉也给罗杰下了最后一道命令 解决张力的妻女 但罗杰对这个命令颇为抗拒 见此情景 奇拉还想顾忌重施 可他的速度在罗杰眼中实在太慢 手中力气被轻易夺去 不过这里毕竟还是日本黑帮的地盘 罗杰也不敢公然反抗 最终只能领命出发 眼下张力已经明白退无可退 决定将妻女送走后与柳川开战 但此时 敌武竟带着满枪怒火 持枪冲了进来 他不明白自己忠心耿耿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等到二人争执间 罗杰猛然冲出 就在张力正为敌武背叛自己而愤怒时 罗杰突然一脸风轻云淡地告诉他 敌武并没有背叛 他从此之中都极为重心 说着不等张力询问 砰的一声将去击毙 张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枪下亡魂 而那道枪声如同号令一般 潜伏在庄园内的人者随即出击 将张力所有手下尽数解决 此刻只剩下张力妻女 罗杰在走进房屋后 没有丝毫犹豫 两道枪声瞬间响彻整座庄园 见罗杰走出大门 人者提议带走张力妻女的头颅 收到命令的罗杰接过武士刀 竟转身一刀砍向身后忍者 接着手中寒光闪烁 刷刷刷 眨眼间将所有忍者击杀 做完这一切 罗杰再度打开大门 将惊魂未定的张力妻女带出 并护送他们离开庄园 但他却不知道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被潜伏在暗处的探员派下 如今张力已死 刘川再无顾虑 大摇大摆的乘坐飞机来到旧金山 他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让奇拉回到日本 经营帮派 对此奇拉自然不愿同意 就在他们争执间 约翰突然带人赶到 啪的一声 将刚才拍摄的罗杰照片摔在车上 柳川看完 面色凝重 心中若有所思 约翰则经过一番严厉威胁后离开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罗杰 带着那对金马找到柳川 看着那金光闪烁的骏马 柳川面色阴肯地将手提箱递给罗杰 里面证实之前约翰拿来的照片 同时柳川的手下举枪赶来 将罗杰控制 尽管他立下各个战功 但背叛终究无法原谅 柳川随即让手下带走 逼问张力妻女的下落 等罗杰离开 柳川端详起手中金马 突然狠狠砸向提箱 只听咔嚓一声 马头瞬间断裂 这竟是一个赝品 而另一边 罗杰也没有束手待毙 借助旋转门 哼的一脚踢翻身旁手下 开手几招将二人轻松解决 随时柳川已经准备离开 罗杰看准时机 引爆提箱中的炸弹 剧烈的爆炸如轰弓般呼啸而起 瞬间将整座房屋摧毁 只剩柳川一人幸存 看着手握50刀的罗杰 柳川心中极为疑惑 你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选择背叛 但此刻 罗杰的双眼唯有仇恨 他没有解释 抽刀便向柳川砍去 眼看柳川已经无力反抗 罗杰终于说出埋藏三年的真相 原来他根本不是罗杰 而是汤姆 真正的罗杰早在那天被他反杀 为了抱亲女之仇 汤姆亲自点燃房屋 将自己整形成罗杰 彻底抛去过去的一切 他调查出当天下达命令的人 正是柳川 所以才会暗中折服 设下毒计 为的就是摧毁他的生活 尽管柳川听完这番话 心中震惊 却告诉罗杰一个更为可怕的真相 他们之所以能查到汤姆的处旨 是因为约翰也是他的人 那天正是约翰提供的信息 这无情的事实令罗杰不可置信 他无法想象自己最信任的好友 竟是真正的仇人 震怒间 罗杰挥刀刷的一声 斩落流川头颅 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外走去 心中的仇恨他从未放下 无论仇人是谁 他也必须要为妻女报仇 罗杰再度拨通约翰的电话 将他约到那熟悉的码头 清楚对方实力强悍 约翰为了以防万一 叫张同事埋伏在码头附近 随着他一步步走近 躲藏在暗处的罗杰突然现身 这场命中注定的战斗 终于到来 打斗间 罗杰寒怒质问约翰 为什么要出卖灵魂 这句话让约翰大惊失色 他很快便看到那双熟悉的眼睛 毕竟外形声音都可以变化 唯有眼睛永不会变 心中的猜想逐渐证实 约翰瞬间战役全无 他连声向好友解释 当时只以为柳川会因为折损手下 会派人揍汤姆一顿泄愤 根本没想到派去的人会是罗杰 而在得知好友死讯后 他为了弥补愧疚 一直暗中搜集柳川的犯罪证据 约翰只希望能得到原谅 此时 罗杰突然起身 看到他身上的醒目红点 约翰猛然挡在他身前 只听扑的一声闷响 同时没有开枪 约翰最终死在好友枪下 正如罗杰所说 那天过后 汤姆就已经死了 死在好友的背叛下 如今的他 只是一个复仇的杀手 一切尘埃落定 罗杰将金马送给张力妻子 希望他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把柳川的头颅送给奇拉 警告他 不要想着复仇 罗杰自己则驶汽车 向前方驶去 如今大抽得爆 他的未来 仅剩一片迷茫 游侠是上映于2007年的动作电影 由李连杰与 谢森斯坦森联合主演 本片的动作场面 自然不必多说 而片中那环环相扣的 剧策与最后的反转 也让人拍案叫绝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两位巨星在结尾处 才爆发大战 让人有些看不过瘾呢 而本片最让人诟病的一点 就是约翰出卖好友的理由 如果有机会改写剧本 小伙伴们会给他一个什么原因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 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